一場大雨,除了暴露了,李家超政府管治無能力之外 應付突發事件低能力之外 亦都爆了醜聞,順便政府平時對這幫權貴犯法的事縱容 洪山半島嵐散嵐之後就去到西貢清水灣那邊 原來發現那些嵐散嵐的地方,那些獨立屋 原來都有那些僭建的問題 好像洪山半島七十二號,他就叫做自掘墳墓 自己拿來衰,真是自作業 因為發現原來他弄了一些地基兩層,僭建,不僅僅 又要開槍又要削平那些斜坡,然後刮那些糊塗牆 你刮了糊塗牆,再加上原來有一些漏水的情況 就算你做僭建,是否找一些好些工程 如果他跟你說要刮那些糊塗牆,因為泳池 那些花園,是會有機會,水管出現問題 老化,爆了,裂了,就會漏水,又會影響到整個斜坡的安全度 這些是會有,反而造成後來出現的山泥經濟 就是一加上暴雨,然後你本身平時累積的破壞就出現大件事 可能業主如果知道時候他未必會這樣做,但工程公司都要賴 工程公司都要負責,不要只說業主,工程公司的罪責都很嚴重 這些基本上是很多人為的,這些就該死了,然後被人抄 原來在地政總署有他的地圖 但在地圖很多年來他都畫了一條線,知道洪山本島有很多獨立屋 霸佔官地僭建 地政總署一向不執法,他好像72號已經僭建了13年 霸佔官地,最少13年 我想問一下,立任的地政總署處長 包括由一二至一七年做了五年現在的發展局局長零看號 當年你在做甚麼? 對工廈、小姐、店主 圍契就圍契,要趕盡殺絕 對小市民想做生意 明明都約定俗成,你就趕盡殺絕 這些權貴富豪,由僭建霸佔官地 你們是怎樣處理的? 零一,第二天做會調查 最少三十五戶在洪山本島 是這樣霸佔官地 實際狀態不止 你政府這麼久他在做甚麼? 搞小市民你又厲害 陳百祥的僭建,屋宇署發生七年 十幾年他不理你 陳百祥,九龍堂豪宅僭建 屋宇署發生七年多次追責你 他完全不理你,十幾年不理,沒有後果 到現在都應該未拆 完全假裝不知道 你政府執法是怎樣? 好了,再看看 平時發現霸佔官地好像清水灣那邊 收回租就算了 你不是叫他還原 或者不是要他付上刑責 收回租,收多少租 你現在外面租樓都幾十元一呎 貴的可以過百元,很嚴重 而且越小的單位越劏房就隨時越貴 他收你多少?有些幾毫子?有些被發現過四 過九 在清水灣嵐山泥那邊 即是金樹路那邊 收過四和過九? 結果霸佔的霸佔幾千呎? 原來都是給幾千元租 你對於那些有錢人來說 狗猴一毛這些事 他就變成縱容他去犯法霸佔官地 就破壞了直批 破壞了邪波,有時要削平他 搞到後來惡化了情況,山泥傾瀉 然後你去拆他僭建 又或者收過山泥傾瀉,這些又要錢 隨時紅山本島那邊要削幾千萬 那這些錢誰要付呢? 你當然要問業主給,難道是我們的錢嗎? 所以李家銷就說 拆遷建那些錢會問違規業主給 但是山泥維修費誰要付呢? 李家銷你沒有說清楚 而且你說會嚴正執法 我們就放詳瞎去看 是否至少紅山本島 或者金樹路,蒸水灣那邊 你不幸運了 鬼叫你今次落月,你們那邊就山來傾瀉 也都鬼叫你平時破壞直批 甚至譬如謝偉傳,那些測量師他都說 人家做那些糊塗牆防火波的時候 計算那些重量結構 可能沒有預告你有這些錢見 沒有遇到你的錢見破壞了本身建築物的結構 所以人家可能初初都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都肯定100%肯定 這些錢見破壞糊塗牆 即是削平那些斜坡 即是斜坡 是會有份造成今次這麼嚴重的山來傾瀉 這些真的要追責 然後陳國基之前說我們會強烈執法 又被你吹脹 我平時看外交部,不是外交部 強烈抗議我聽得多了 嚴正執法就聽得多了 甚麼叫強烈執法呀陳國基 執好你的中文才出來說話 強烈執法,即是被你吹脹這些人 然後假裝做事 然後被人發現 原來我批一些臨時租約給你 即是霸佔官地收這麼便宜 收過四、過九一尺這樣也算了 所以臨時租約應該是一會就算了 就好像外面那些甚麼臨時市場 做了幾十年都在鐵皮屋下面做大牌檔 這裡一樣 在清水灣發現臨時租約 原來早到1983年就批出來 40年了,這麼臨時? 自清批40年,有些是九十年代批,都二十幾三十年 我真的被你們吹脹,你們在做甚麼 根本就變相縱容這班人 而且你發現高官僭建都是這樣縱容 甚至有些官可以升職加薪 好像警隊的陶暉、莊定賢 韋華高霸佔官地僭建,最後怎樣 副警總監兼港協的秘書長楊祖茨這些廢柴 欺港協就厲害了 上次被記者發現你僭建,想報道你新聞 就被你恐嚇他們 然後政府不追責 然後這班人不就繼續衛高權重 所以你平時見到這班做官有官職的 都這樣僭建、擺佔官地 最後沒事的 好像鄭若懷那些,有甚麼要拿上身 叫你還原而已 有沒有還原都不知道 他最後還原了多少 或者隔了多久才肯還原 永遠都是這樣,但對小色民的執法 林漢豪當日的樣子多惡 為契則為契 現在狐力標準回自己 就好像當日我們反對停工令的黃家和 現在狐力標,標自己 當日有人拼大帽不肯上班 但其實所有輿論提出這些事 包括你嚴正執法 不要雙重標準執法 包括對這些僭建要抓緊他 為甚麼?因為他破壞了那些斜坡 破壞了那些戶土場 是增加了山來傾施的風險 然後就令到政府要洗一筆錢幫他修補 你平時政府在做這些事 地政總署要做你原本的職責 就不會出現這麼多這些事 所以今次除了天災,亦都是人禍 至於紅山半島因爲山來傾施 而暴露島有一些單位是簽建 政府一定是會執法的 畢竟香港如果私人撈雨 是超過四萬棟建築物 所以一向來講 我們必須要很務實地針對一些高風險 我們做了先 所以巡查是以風險為本去做 去祈祷